花莲县政府和农业部22号在瑞穗香农会文旦外销集货厂 举办了农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APP宣导使用说明会 并且邀请到农业工程研究中心来讲授 不仅农政业务人员、不少农民也都到场参加 大家要来守护自己的权益 农业天然灾害现地拍照APP 功能介绍以及使用技巧等等 室内静态说明课程高一段落 接着则到户外进行实际拍摄操作 做中学、学中作、加深学院们的学习印象 这是花莲县政府与农业部共同办理的 农业天然灾害现地拍照APP宣导使用说明会 所以我们还会说尽量在空旷的地方开起来拍照 是这个原因 农业天然灾害就是救助的现场照片APP 它是为了要加速灾害 整个现金救助的办理的进度 从2012年 县政府配合农业部推动使用农损现地拍照APP至今 不少农民注册加入 今年度唯一一场宣导使用说明会 仍有不少高龄农民到场参加 稳固知心保障自身权益 很少用 因为手机不太会用 所以我就不太会用这一套系统 我想说再听清楚一点怎么使用 这样子 上得怎么样 慢慢听慢慢学 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拍照APP 在近几年的农业天然灾害 勘灾救助工作效率上提升不少 尤其卓西乡使用普及率最高 农工中心部研究员詹黄祥指出 农灾现地拍照APP 没涉及个资 且农业部针对APP操作界面功能 也滚动式修正简化 让农民都能快速上手 他只是去显示说 这张照片所对应的是哪一个地段地号 这样子而已 没有个人的资料在里面 所以这个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也可以安心地去使用这个APP来拍照 以农为本的花莲县近三年来 也逐步推动朝向农业勘灾科技化的目标迈进 尤其去年分北中南办理三场次的说明会获得好评 今年选在瑞瑟乡来办理 不仅农民有更多农政单位业务承办人员参加 提高勘灾效率保障农有权益 也降低基层公务人员的业务负担 记者张明太是玉兰瑞彩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